哇 这里边怎么还有床呢 这有张电脑桌 一双皮鞋 现在广东的天这么冷啊 这里边全是各种植树 有人没得 哇 这里边还有一个沙袋呢 这屋子这么小 还发现了一个三级头盔 咱们现在去这个医院的牲畜 间区的牲畜 这是干嘛呢 这个是进出刷卡的吗 看着地上都没有这么多的线呀 这里边搞不好还有铜呢 这里应该是保安室哦 这门都被人拆下来了 这有一个大铁门是进不去的 看它这四周 全是这种铁丝网 这里边这么落 有人没得 里边还有一个门子 这种铁丝网 你们说有没有电呀 应该是没有电了 这里好像是有霹雳啪啦的声音了 你们听到了吗 这个大厂房里边是 这里边看病的人在这里边干活用的吗 喂 喂 说话还有回音 我去 这怎么还有这玩意呢 这医院里边 怎么还有这个呢 刚才咱们来的这个应该是工作家 医院是这里 我去看这地上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生意 旺财财旺 猜员公公呗 这好像都是哦 瞅着跟脚状似的 这个就是那个医院了 这么大 这墙上还有字呢 文化室 这里边这么多衣服 已经人去楼空了啊 这怎么把衣服都堆到 外边来了呢 这么多衣服 这里是二楼 这里边也没有啥呀 这里边也没有啥呀 这怎么里边都锁着门呢 好歹有一个能进去的哦 哇 有人没得 哇塞 这个地方我发现地上怎么都有 这么多的灰呢 怎么 这地上还有鞋呢 这里边不会是有流浪汗吧 我去啊 地上这个这里边也有烧过的东西 痕迹哦 啊 这个地上也有烧过的 谁的拖鞋呀 这个枕头倒是挺亮的 有床有枕头 有枕头 还有被子 这里搞不好啊 住过人呢 这里好像是药房 这么多的药啊 架子啊 这枕头还不都没什么药啊 这枕头还不都没什么药啊 石膏奔弹 这个是焦袋 这米醋是干嘛的 炒菜用的吗 哇这个里边 看大不大 这里边还有一个 一眼望不到头的一个走廊呢 这地上一堆黑不溜秋的 这是啥玩意儿 有什么 你们大家伙看这里边 这有一堆什么东西啊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什么什么HAV 什么稀释液 干嘛用的 这有好多事故啊 哇看这灰 什么免疫 什么什么什么外面 包装都没拿开 哇 箱子里边有这么多药啊 地上也是 盒子里边全都是药啊 还有古奇怪的味道 上面写的这些字 看过去真的是 哇 哇 上面写的 没有字啊 这些都是什么箱子啊 哇这什么玩意儿 哇 哇 刚才看着地上 这是啥 能看出来吗 要不要挖个坑给它埋了呀 摊到中途之后下雨了 我还说今天连夜走呢 哇 看这窗户都是生锈子 这草都找到楼道里边来了 这里边黑不能动的啥都看不到 哇 哇 摊到后期 脖子后边凉出手的 这外边全是树 各种树啊 这半天我脖子后边的那个蛤毛都竖起来了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不知道这咋回事 这里是 厕所呀 这个女厕所 已经进来了 这个门这里为什么不倒上呀 窝里那里 这毛巾上面都写着洗心革面 这应该是病房 看着地上 我去 吓我一跳 我差点以为这站着一个人呢 这不经意见 真能吓一跳呢 哇 这里应该是医生办公室 看着衣服 我去 这多少个衣服 一个俩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 往后边还有呢 往后边还有呢 出了 去了 这里边有口罩呢 普通医用口罩 再给人塞回去 这也是医生办公室 怎么这么多衣服啊 这么一个小房间里边 能 做这么多衣服吗 这写的什么 总人数啊 那这个颜色跟那个药水一样 这谁把药水弄散了 这么多棉签啊 这么多棉花 这么多棉花 这里边太乱了 都没有下柳之地了 地上的这些蓝色的东西 好像是这个东西 叫什么夹子龙叶 那我们先是刚刚的 这条上写着住院部 这里是住院部 这个地方写着急救室啊 这什么重点监护区 这里边的床都拆走了 看这里边的 贴的东西 贴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回头试啊 这里是三楼的一个 第一个房间 这家伙光的 是不是发财了 这是裤子还是围裙呀 这么多棉被啊 还有冰号穿的衣服 还有这个里边 这衣服都是 不要啊 这房间里边的构造 怎么看着这么 奇怪呢 这也不像是病房 还是被改造过了 这边用铁丝网都在挡上了 估计是他有什么好吧 开始贴死我 开始贴死我 开始贴死我